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修水的易哥 然后这是一个未究老球机修的 1加6 1加6 然后换外屏 然后换尾叉 换后盖 后盖碎的 后盖碎 手机还有点小弯气 到时候的板校正一下 这个手机 屏幕是严装的 没换过 然后外屏玻璃碎了 像这种手机 触摸显示都正常 就是外屏玻璃碎的 都可以单独更换外屏的 然后像这种冷光屏 必须要是原装屏才可以换外屏 我如果换过组装屏以后是换不了外屏 因为组装屏就相当于一次性的屏幕 外屏坏了 没有单独换 不可以单独换 所以说你们换屏的时候 在条件隐形的静明期换原装的 原装的因为可以 万一外屏坏了可以单独更换外屏就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更换 马上开始 这波我们把所有的配件 螺丝全部拆下来 摆在一起 然后摄像头保护好 接下来准备一把屏幕 取下屏幕 这个拆屏幕风险比较大 多人不要尝试拆屏幕 拆屏幕很贵的 拆坏就很贵 三星期 经过一番的操作 屏幕终于拿下来了 我们接下来准备分离屏幕 经过一番的操作 屏幕已经分离下来了 分离屏幕也是中间 微头大 稍不注意就花了偏光 把偏光直接刮 刮花了啊 或者是直接拉到偏光里面去 分离是要讲继续 接下来准备出 这叫我们清干净了 但是 它这个内瓶有压伤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些伤痕 这就是外瓶碎了 时间太长了 不换外瓶就导致内瓶有压伤 因为我们会看到 它这个碎的刚好在这里了 它刚好那个碎的痕迹 对应的 这个翻过来就是对应的就是这个 碎的玻璃的痕迹 看到没有 所以说你们在外瓶碎了的情况下 尽快去把外瓶换了 要不然会省上内瓶的 还有就是二次摔伤不耐摔 会容易把内瓶搞坏了 这个我们这里做一点提醒 提醒这个各位用户 然后我们先来准备粘胶 所以干净准备好了 盖板也准备好了 我们用的是很严重的盖板 让我们测试一下 等一下给你看一下 机会测试吧 OK 这个单准备我们贴在盖板上 然后要保证5号 5号以后再贴好内外瓶 先开始 贴好内外瓶 这个瓶子定得好了 我们把它收一杯 盖盖贴好这里面 把门锁好 把菜开关 准备贴好 冠瓶的瓶子特别好 把水瓶切好 把它打开 轻轻的把水瓶拿去 还有一点小泡 我们再放锁泡机里面除一下泡 把它打开开关 高压 高压锁泡 然后现在1分钟 需要2-3分钟我们把它打开销 好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 非常地板张 然后外瓶手盖也好 然后内瓶有痕迹 因为它之前摔的就是位置 然后时间长了不换外瓶 它就有痕迹 这个是没太锤的 内瓶痕迹 然后我们接下来都被装机测试 好 手机所有手机都配件都装好 然后后盖也换了 换的都是延段后盖 外瓶化 然后开机测试 OK 加的标志亮了 等待手机进入系统 看到这就是这些有一片外瓶压伤的硬件 不过不影响使用 我在白色的背景还是看不见 在亮屏的情况下还是看不见的 不影响使用 触摸也正常 触摸正常 因为不照命 所以我无法进一步的测试 然后这种屏幕只要开机亮屏 一般是OK了 还要再换我一看 我再换了后盖外瓶 感谢支持 马上给网络发货 忘记关注了 需要换外瓶的fuse就给私信给我